这个真的是今年选举的 第一个最大的乌龙事件 现在就是超缺德 不敢再讲话了 信赖变污赖 清德变缺德 结果新北市根本没有 高雄有 关心一下高雄的孩子吧 高雄的孩子不是孩子吗 查了老半天 结果新北根本没有人用巴比托 是你高雄 高雄高雄 要不要出来道歉 今天都第几天了 你还要硬硬 这就是民进党在造谣 过三关耶 这三个关卡 都没有验出东西 就只有民进党在那边乱叫 造谣感 集中营 要么说喂毒 要么说彩虹药水 要么说安眠药 我根本要胡扯 这些人 我觉得今年2024 都要让他们下来 这群人为了他们的造谣 付出代价 污赖 他们就抹黑 他们就造谣 给他们2024年一点颜色悄悄 有够夸张耶 这个真的是今年选举的第一个最大的乌龙事件 好来我们看 郑文灿曾经说 幼儿园未毒案不应该发生 赖清德说 尤其是巴比陀 稍一不剩就会抑制中枢 呼吸中枢 病人会失去宝贵性命 这两类中枢神经抑制剂 为时给这么小的孩子 要组成医疗小组 而且要追踪一定的时间 给必要治疗或协助 否则担心有后遗症出现 你他妈赖清德讲的太对了 那个高雄的那50祖拜托好不好 高雄50个以上的小朋友吃到巴比陀了 用一样的方式嘛 你不要你现在闭嘴了耶 赖清德现在是超缺德 不敢再讲话了耶 所以嘛 有个记者会是这样讲的啊 这个信赖变污赖 清德变缺德 超超级缺德 我再念一次赖清德说的 赖清德说 尤其是巴比陀 稍一不剩就会抑制呼吸中枢 病人会失去宝贵性命 这两类中枢神经抑制剂 为时给这么小的孩子 要组医疗小组 而且要追踪一定时间 给必要治疗或协助 否则担心有后遗症出现 对 妈的就是在高雄 结果新北市根本没有 高雄有赖清德 做一个副总统 我们要注意 为时给这么小的孩子 要组医疗小组 要追踪一定时间 要给治疗或协助 不然高雄的孩子 会有后遗症出现 高雄高雄高雄 高雄高雄高雄 关心一下高雄的孩子吧 高雄的孩子不是孩子吗 查了老半天就 新北根本没有人用巴比陀 是你高雄高雄高雄 戴伟山 若孩子上课不关 就会被老师叫去 带去彩虹药水 老师家安眠药定 调制成药 孩子喝下多少剂量都不知道 安眠药属于第四类的管制药 现在跟你说了没有彩虹药水 戴伟山要不要出来道歉 今天都第几天了 你还要硬硬凹 还是你说的是高雄 不是吗 孩子那个幼儿园 现在就连体罚的事情 都已经确定说 没有这件事了美 不起诉处分的新闻稿 我今天 我今天要来 讲给大家听 因为呢 内容很长 内容很长 在呢 7月12号 侦查终结 不起诉处分 好 案件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他到底 第一个 有没有体罚跟不当管教行为 第二个 有没有 有没有去喂本巴比托 他说呢 他们认为应该要不起诉处分 原因如下 第一个 当时民进党在不断抹黑说 删除监视器录影内容 不是为了要湮灭证据 这就是民进党在造谣 好 检察官指挥员警在 112年5月18到幼儿园搜索 发现呢 这个监视器镜头拆除了 是因为 立法院今年初讨论 是否要立法强制幼儿园装设监视录影机 而且三月间 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 要求幼儿园填报监视器装设情形 园长跟同业讨论之后 为了避免之后被要求装设 图增更新维修成本 决定保守回复来含 以教室内并无装设监视器 于4月中旬拆除此部分监视器 此部分证据有监视器回报表单 而幼儿园同业群组的 赖对话记录截图 然后呢这个112年 教宝团体有去找过李德韦 诉求重点记录可以看到证明 我这边比较好奇是 为什么李德韦没有去把那个 就是人家跟你澄清的东西秀出来 还是有我没看到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说不定他有 但我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 然后再来呢 该监视器主机内 仍然保存4月中 拆除前两个月以内的录影画面 可以确定他不是故意要拆除监视器 湮灭证据的 那简单来说是 TKS盖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新闻稿 PO在脸书 我帮我传播 我已经PO了 我已经PO 你可以去看我脸书 我第一时间就PO了 好 大家懂我意思吗 因为立法院在讨论 是不是要要求幼儿园都装 然后呢 他们跟同业讨论之后 就怕未来麻烦 然后就跟回复说 没有我们之前没装 那所以呢 他就把原本装的地方拆掉 那因为他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当时有LINE的记录截图 所以说这个后来就被拿成证据说 他不是因为所谓 彩不彩虹药水的问题 所以才去删掉监视器 他是有其他的理由 而且 那个监视器虽然拆掉 但主机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 拆除前两个月的完整录影画面 所以他如果要湮灭证据的话 他就把它都删掉就好了 但没有 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呢 在于 好 所谓不当管教部分呢 没有证据 他们去追查 幼儿园教师呢 包含监视器录影画面的档案光碟 远景植物报告都有 里面写 都是所谓的没有提法 还有 他们也去访查了 检察官去查了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 小朋友也去接受侦查 小朋友去接受侦查之后呢 小朋友都说幼儿园的老师并不会打人 还有其他的家长在被约谈的时候也说过 没有听过儿子被反映说有被体罚 所以 经过跟这些家长跟孩子们的约谈之后 那没有证据显示 这个幼儿园里面有不当体罚 所以大家懂吗 好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个 当时造谣说三间士气势为了湮灭证据 不是 是其他原因 第二个 所谓的不当管教体罚这件事情 约了小朋友 约了家长之后 也没有人说是这样子的 好 第三个 并无证据显示 幼儿园的人员喂食幼童 不明药物或含有不明药物的彩虹药水 第三个 这个是 宋法务部调查局鉴定的36份毛发检体 注意 已经不是单纯的验尿到止谱仪 现在是连毛发检体都去检查了 都没有检出巴比陀 所以止谱仪也查了 调查局也查了 具有高度准确性 也一样 他说呢 一般医视检验用免疫法 进行毒品塞验的时候 可能会跟其他药物发生 交互反应 进而产生伪扬性或弱扬性的问题发生 但是止谱仪不会 止谱仪确定是 没有的 止谱仪确定是没有的 然后呢 毛发也没有检出的 所以当时 昭明威他虽然已经道歉 还是要再骂他一次 当时说 那个什么报告上面有几个数字 什么64减大家还记得吗 64减就说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要零减出才行 结果止谱仪 跟毛发调查 都未减出 那请问你们当时说 高达64 高达个头啊 带卫生到现在还不道歉 太不要脸了吧 好 然后呢 部分小朋友 带去一些医院 或参与新北市卫生局的抽携检验 检验结果 数值判断为阴性 或低于检验参考值 都无法证明幼童体内有巴比陀药物 用止谱仪 才能排除伪扬性或伪异性 所以他们呢 是这样子 他当时去检验 有一些数字嘛 对不对 这些数字上面 都没有人是超标的 判读都是阴性的 你不信 那送止谱仪 未减出 你再不信 毛发36个全部检验了 未减出 未减出 都是未减出的嘛 所以过三关耶 不是过一关草草两世耶 过三关耶 这一份所谓的不起诉处分书里面 他都不是凭检察官的个人心证 他每一个他都有写清楚说证据在哪 比方说第一关的你的 这个抽血检查 是阴性 或者是呢 这个低于标准值 那第二关猫发检验 36个小朋友去验了 都未减出 第三个 直谱仪 可以避免违阴性 伟阳性的这个问题 也都未减出 所以非常清楚的事情是 这三个 这三个关卡都没有验出东西 就只有民进党在那边乱叫 我们再继续看 还有包含 罗志正当时怎么说的 罗志正也是造谣仔 发现有巴比托等药物残留 且学童是在小班A 并非涉案女老师所属的中班 是老师单一个啊 还是幼儿园的教师都是这样子默许该要的行为 可能是冰山一角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说法导致媒体开始陆续报道 幼儿园喂食安眠药 好啦 那现在毛发也验了 知谱也验啦 王维军说 将孩子送入集中 被强冠不明饮料 这更过分 苏巧会说 孩子体内验出的药物是毒品 侯友宜选举过程疯狂拉票 孩子中毒不重要 是你苏巧会在疯狂造谣 孩子的真实情况不重要吧 李嘉荣说的没错 小灯泡的妈妈 王婉玉今天还说要告 你去告啊 不是你不要告王红威嘛 王红威是陪那个教保员 出来开记者会 你他们有一种 你去告那个教保员看看 看你会立即射死 你们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 你们已经造谣人家了 你们已经让人家精神快要崩溃了 因为你要想 一个教保员被抹黑说 未读给小朋友 然后接受这么多的真讯 还有这么多人的抹黑批评 然后把他们说的这么的不堪 他们一辈子几乎都快要毁了 结果他们根本没有干这些事 他就是好好的在照顾这些孩子 结果你们要么说什么集中营 要么说喂毒 要么说彩虹药水 要么说安眠药 根本要胡扯 所以是谁在选举过程疯狂拉票 我觉得这些人的名字都要 我再念一遍 郑文灿 赖清德 戴伟山 罗志正 王婉玉 王维军 苏巧慧 还有赖品渝 都是 这些人 我觉得今年2024 都要让他们下来 你知道吗 要让这群人 为了他们的造谣 付出代价 如果我们今天作为在野党 如果我们今天作为60% 反对民进党继续执政的人 我们是反对他们什么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反对他们造谣母黑 结果他们把自己的选举利益 建筑在教保员的痛苦上面 制造教保员跟孩子们的对立 只因为他们想要把侯友仪弄垮 拉垮侯友仪 然后他们就侮赖 他们就抹黑 他们就造谣 这群人难道不用给他们 2024年一点颜色瞧瞧吗 你们如果不教训他们 他们就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教训我们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有多严重吗 苏巧慧 你爸碰到事情的时候 就说不必去查 现在呢 你还去抹黑别人 真的是有够夸张 真的有够夸张